Odio Jungle Odio Jungle 金正恩你发动又一波美女居团攻,是朝鲜半岛局,是一处激发之际,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忽然已改向世界叫板的强硬风格,转而采取软硬坚实的办法, 一边拉拢韩国,举行会谈,宣拔被称为美女军团的啦啦对餐,加平昌冬奥会,积极对韩国展开魅力攻势,一边喊话即使Utko敌人Utko继续制裁十年,一百年,Utko也没有克服不了的难关RDQUO,而金正恩对美韩LDQUO,反间即RDQUO,的逐渐奏效,也令外界感到担忧, 韩美此前报道,朝鲜军队的多层次导弹部署,打击范围覆盖韩国全境,图为平壤阅兵时展示的导弹,日本雅虎1月12日报道,据朝鲜内部消息人士称,平壤正在为出席平昌冬奥会的啦啦队做准备,这是金正恩准备发动的,有一波美女攻势, 报道称,平壤已经开始对,派网平昌的美女,啦啦队进,行挑选,训练和教育,消息人士称,此次啦啦队于以往一样孩,是从朝鲜的精英学校MDASH,MDASH,进行学院以及平壤话剧电影大学中进行选拔,选拔条件特别严苛,不仅要长得漂亮,身高不能低于165厘米, 家属中有脱北者也不能入选,最关键的还是家庭条件,最终能否入选取决于,向啦啦队负责人贿赂的金额,消息人士称,此次朝鲜派出的啦啦队,或将不同以往风格,表演不输于韩,国女团的舞蹈,以此吸引国际社会的视线, 朝鲜当局正在对这些美女们进行思想教育,内容涉及如何改变,同意对朝制裁的世界各国的认识等等, 日本东京体育报,报道称,经层层甄选的朝鲜啦啦队员,要参加集训,演练各种表演技能,接受形体和礼仪训练, 包括微笑和首饰,都有一定之规,报道称,在朝鲜,啦啦队的地位,不亚于国家级艺术表演团体,有出国任务,有外宣使命, 韩朝体育交流协会里是长金庆兴增对媒体表示,在朝鲜被选拔加入啦啦队,甚至能被授予国旗勋章,对个人来说关乎前途,竞争十分激烈, 美女啦啦队也被称为朝鲜的美女军团,A-R-M-Y-O-F-B-E-A-U-T-I-E-S,平壤以此显示朝鲜的软实力, 2002年,釜山亚运会,朝鲜美女啦啦队首度亮相,近300位身穿民族服饰的朝鲜美女抢过不少明星运动员的风头, 2005年,美女军团在仁川举行的亚洲田径锦标赛第二度登场, 其中便有金正恩的夫人黎雪主,英国广播公司BBC,1月11日报